今天介紹這個食譜 其實外出吃也不便宜 但其實自己做也很容易 就是菜旁蟹 菜旁蟹其實有點巧妙的 西蘭花買回來 可能你會問 例如在酒樓吃的西蘭花永遠都是這麼脆綠 但自己做的總是又黃又灰 其實秘密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那個水 煲菜的水一定要加一大堆粗鹽 因為粗鹽是可以保住青菜的脆綠 等水滾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西蘭花放進滾的鹽水裡 煮大約三分鐘就可以了 我自己不喜歡西蘭花太軟 因為一來它的口感不好 二來大部份的營養價值都會消失了 在鹽水裡煮的西蘭花 就可以保持它的顏色非常非常濃 好了大約兩三分鐘之後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滴乾水 我們就可以把它排在碟上 好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預備我們的所謂蟹肉部分了 其實菜旁蟹的蟹就是用蛋白去做的 但就這樣炒蛋白呢 它就不夠滑的 所以其實秘密是 蛋白加少許水 裡面還有一些粟粉 首先我們把蛋黃和蛋白分開 接著我們就可以預備蛋白怎麼做了 我們把水加入粟粉裡面 攪拌至它沒有粒粒 然後就可以倒進蛋白裡面 再攪拌均勻 預備一個平底鍋 油要多一點 雖然我們不用吃光的油 因為煎完它之後 我們可以倒出油 但油這個狀態 是要多一點才可以煎得漂亮的 燒熱了它 然後我們關回小火 這個時間真的不可以心急 因為一太大火 那個蛋白就會焦 而且它會很硬 那就完全不是你期望那個菜旁蟹的效果了 用中慢火 然後給點心機慢慢推 當它在底部一碰到的時候 你就把它拋走 然後很快就會變成一個很滑很滑的蛋白 當我們看到它大部分已經變成固體 那就是說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西蘭花的中間 這個時候 我們會留一個洞在中間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把一隻生的蛋黃 放回去 最後我們把這些炸香了的蒜蓉 放在蛋白上面 菜旁蟹呢 通常都會加上鎮光草一起吃的 那你吃的時候呢 就加少少鎮光草在上面 那就非常好吃的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